耶 報到完了 酷 我們準備進場 我們詳細的這個功能規格呢 我們先賣個關子 等一下再來一折頭 超級多人 好 那我們謝謝Iris的分享 酒蛋你有什麼樣的情緒 心不期待 每個人都有幫我們花瓶可樂 很期待 等一下才看他們 現在遇到了生日霸 掰 現在酒更大 對啊 OK 大家剛剛已經看完展場的活動畫面 沒錯 我們已經在首發那天看到GoPro 9本身 但我們到今天終於借到了一台GoPro 9 讓我們來實際把玩把玩 感謝這次懷霸借我的一台 完全沒拆封過的GoPro 9 然後讓我們一起來 完全從原包裝開箱一下 看這次GoPro 9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比較一下 到底它跟上個代GoPro 8在實際跑步畫面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就來開始開箱吧 OK 首先看到這次的外觀跟以前很不一樣 以前的GoPro外觀通常是一個透明的塑膠盒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那這次它完全變成了硬殼包 然後外面就是只是一層紙而已 開口一樣在下方 那我們就來撕開口吧 撕開它囉 它的盒裝打開來 這就是一個紙盒包裝 就是一個空空的紙盒 OK 我們先放旁邊 那這次 我覺得它這次超讚的 它做成這樣的硬殼包的設計 其實就可以避免掉 原本的這個比較不環保的概念 那這個盒子 它也可以拿來當作一個防撞包 OK 我們就來打開看一下這次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不知道會不會掉出來 好讚喔 好 掉出來了 那我們就先來看吧 一樣有一個Type A to Type C的一個線 然後 它這次電池變成大顆耶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GoPro 8的電池比較一下 厚度也不一樣耶 看側面 OK GoPro 9的電池一顆 好 這就是 常見的安全帽座 然後一個 螺絲鎖 最重要的 GoPro 9變得很大台耶 然後最後就是一樣 它有一些 說明書不免書的 喔 還有GoPro貼紙 這個盒子我覺得很棒耶 它可不可以拿來 收納一些東西 而且 這個拿掉 這可以放進去一台空拍機 Mavic Air 可以放在裡面 超讚 好 那我們就來 撕開 GoPro 9的正面目 這次的 保護鏡 GoPro 9 OK OK 我已經摸一下 把玩一下它 我覺得 GoPro 9的外觀 跟 GoPro 8其實 差異不太大 它邊框一樣是 承襲的這個 摸起來有點像是 金屬外表的邊框 但它這個面板的部分 摸起來還是比較是 橡膠的手感 那整體的大小 其實 可以相較一下 比8代其實 大滿多的 有沒有 看起來 而且它的側邊的厚度摸起來 也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摸起來的感受 整體就是 完全比 8大了一個Size 但可以看到後面 這個螢幕其實 大了很多 看起來就 變得很爽 因為它的 能看到的畫面其實 內容度就變高了 它的設計上 側邊的開孔 還是跟GoPro 8一樣 就是 有點是卡榫設計 要往下拉 才可以拉開來 然後下面還是保留了 它的這個 不需要用外框 就可以有這個 轉接做的這個指甲 我覺得很棒 那側邊 它這邊有留了兩個孔 看了一些 大家的評測 應該是說 這邊是一個散熱孔的設計 而且這次最特別的是 GoPro 9 回歸了 可以拆卸這個鏡頭蓋的功能 因為以往 GoPro 8代不能換 如果你真的 磨損了 有壞掉 整個前面板可能就要一起更換 OK 那我們就來 更新它 讓它激活一下 我們等一下到戶外實測一下 到底這次 GoPro 9拍攝起來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吧 嗨大家 相信你們已經看完 剛剛前面的影片 沒錯 我們去參加了展場 也帶回家開箱了 現在 我們來到了戶外 準備來實測一下 我的左邊這台 是GoPro 8 這邊是GoPro 9 到底這兩台相機啊 在一些不同的路段 就是我平常在參加一些賽事 可能會遇到的 像是比較昏暗的地形 或者是上下坡起伏 比較大的地形 甚至是呢 比較開闊一般的路線上 拍攝起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 這個是最平常最一般的手持錄影模式 那我開啟它的HyperSmooth 那現在的畫面設定都是1080 60幀 然後線性模式 現在聽到的這台呢 就是GoPro 8所發生出來的收音 不知道大家現在聽起來感覺如何 OK 我們切換到GoPro 9 現在我講話的聲音 就是來自GoPro 9的這個收音 不知道大家聽起來如何 但以我現在看這兩台的畫面啊 我覺得GoPro 9真的相對方便 因為可以看到自己的畫面 就是我的臉在範圍中會不會超出 這點很棒 OK 那我們來實測一下 實際跑不起來的感受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第一個測驗 我們現在的路線啊 就是在一些比較開闊的一般的山路 那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在這種昏暗交接 明亮交接的這個路線上 跑起來的感受如何吧 OK 現在的模式跟剛剛一樣 是用1080 60幀的線性 然後有開啟HyperSmooth超級方種 那GoPro 8是2.0 那GoPro 9是3.0 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這兩個在手持拍攝的狀態下 跑起來的感覺如何 那我現在的路線啊 是比較有點在明暗相間的狀況 有時候會亮一點 有時候會稍微暗一點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樣跑起來的狀況 就是在顏色上 畫面上有沒有差異很多 我們準備進入稍微 暗一點的一個路線當中 OK 那我們換一個場景 我們來去跑一下 明亮一點的上坡 上下振幅大一點的地方 Let's go OK 大概是下坡的感覺 就是震動上下會比較大 我們來試試看 上坡開闊的感覺 上坡開闊的感覺 OK 不知道你們看起來如何 我們去最後一個場景 就是比較昏暗的山路裡面 Let's go 這邊有一個像這樣的 模擬林道的感覺 但是一小段 我們來試一下這個越野的一種路線 在跑上坡下坡的時候 它的震動程度 在這種昏暗的情況表現如何 那我們就出發吧 好 OK 好 我們 我們試玩上坡 接下來我們 試試看下坡的感覺 Let's go OK OK 以上就是 這次的GoPro 8跟GoPro 9 在一些比較暴力實測當中的結果 那我自己覺得升級是 有些功能蠻厲害的 所以推薦給大家 分享給你們 如果你們想在跑步當中 做一些比較激烈運動的拍攝的話 相機的穩定度真的都非常重要 對於畫面的質感來講 都提升不少 好 我們來看 可以嗎 可以 我們來看 要不小心 可以 可以 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